琵琶演奏音色70%决定于右手 右手的触弦角度啊 触弦的深浅啊 触弦的位置等等 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一弦到四弦应该在哪里谈 有很多同学认为在二分之一处 一弦到四弦是平着的 其实这样子是有一点点错误的 因为我们琴弦有一定的张力 在初学的时候 我们右手的力度没有那么大 还不能够很好的把琴弦弹出它的共振 所以一弦我们的触弦点是二分之一 靠上那么一点点 弹在琴弦比较柔软的位置 二弦三弦四弦 依次慢慢向上走 一弦在这里 二弦在这里 三弦在这里 四弦在这里 所以其实到四弦的时候 都已经接近于我们最后一个品 但是如果你在四弦还在中间弹的时候 你的手又没有那么大的力度 张不开琴弦的力 那我们的声音就会 碰碰的 但是弹靠上一点 你就会发现它的共振更加的浑厚 你觉得呢 记得点赞评论 关注哦